薛燕知道,自己手底下从燕俊带来的人,对他皆是忠心耿耿,绝不会做任何命令之外的事,但同时,他也知道,燕王所镇守的燕俊,在燕王在时,一直是铁筒一支,从没有背旁的势力插手过,在燕俊,燕王的命令,是没有人会违背的。 听到神医的结论后,薛燕坐在桌前,沉吟了两酒,燕俊已失,当年的痕迹自然难以查到,但是燕俊原本的燕俗,却有不少跟在他的麾下,他若要彻查,也并不是难事,但是,若前年前消失在燕俊的毒药,怎么会在如今的宫中重新出现呢? 薛燕心中隐约有些答案,那毒药从何而来,薛允红身边的小太监已经全交代了,那是以死的一劫余留给他的,而一劫余的药,则是当年那个入宫做了新官的道士送给他保命用的, 而那道士的来历,即便是当时的许家,都不知道,他们只知,那道士和他师父料事如神,只说是在山中道观里隐居多年,近日才刚入室,大庸的偏僻山岭数不胜数,其中隐居的山人道士,自然也无从查起了, 所以,当年许家没有深究,更没有详查,薛燕如今已经隐约知道,那道士是从哪来的了,他沉吟片刻,开口道, 去,将济南叫来旁侧的劲宝连莽应声,出门去了,济南是燕云铁骑的左领,如今年界四十,当年十来岁时便跟随燕王左右,当年燕云一役,燕王的一众心腹皆死于此意, 唯独济南一人幸存了下来,也是他将薛燕从突厥的重围之中救出,一路送回了大庸的国境之中,又替薛燕保管燕云铁骑存留下来的队伍,一直到今日,薛燕沉默住坐在桌前,律书房的桌面,是以极名贵的古尘木雕刻而成,四脚赞金,他正对住的薄骨架上, 是任意一件都价值连城的古董玉器,清玉在金香炉之中,龙弦香鸟鸟生起,四下虽看不出多少金石诸玉,却处处庄严,透露着一个王朝最高权力的肃穆,很少有人拒绝得了这个位置,当年清廷帝与众皇子夺敌时,为的就是他,如今薛允红铤而走险, 毒害清廷帝,所求的东西也没有变过,薛燕抬眼环视了一圈四周,却只觉得厌倦和烦躁,没多久,济南来了,如今薛燕也算入主了皇城,燕云铁骑自然可以放上台面, 不必再像前两年那般养在暗处,薛燕有心要亲自收复燕郡,故而仍将烟云铁骑留在长安城中,整装待发,济南伸住悬甲,步入玉书房,在薛燕面前跪了下来,属下参见广陵王他行礼道, 薛燕问一声,让他起身,有时让你去办他说,济南站起身来,等着薛燕的吩咐,薛燕道, 皇上中的这毒,无色无味,且极难发现,能使人私体僵化,口不能言,形同废人,薛燕顿了顿,不动声色地看向济南, 济南仍站在原地,等住他的下闻,薛燕看住他,缓缓道,大夫说,这毒来自燕郡,我要让你去查,这毒药是从哪里流出来的,他定定地看住济南,便见济南跪了下来,王爷,燕王殿下临终之前,曾嘱咐过属下他说, 属下手中有一封信件,乃燕王殿下留给您的,他说,日后无论何时,只要您要求调查与燕郡有关的事,便将此信交给您济南低头行礼道, 燕王殿王殿下说,到了那时,您想要彻查的问题,都会有答案薛燕定定看向他,济南动手,从自己的怀中取信件,薛燕开了口,别给我他说,济南的动作却没停,一封被拉封得严严实实地信,被从他怀里取了出来,收回去薛燕看住他, 接着道,济南却上前,双手将信件捧到了薛燕的面前,薛燕知道,济南虽说对自己言听计从,是自己的下属,但从济南,到燕云铁骑,都是燕王留给他的遗产,他们会从归属燕王,变成归属薛燕, 但是永远,燕王都是他们的主子,这是燕王的遗命,济南不会不从,就像一直以来,他都没有告诉薛燕这封信的存在一样,济南如今,也会坚定地将这封信交到他的手里,薛燕知道信中写的会是什么,他自幼长在燕郡,无论是对这个地方,还是对那里的人, 都不会有所猜忌怀疑,他要调查,一定是因为什么事实,摆到了他的面前,燕王既然提前准备好了解释,那么,这件事,一定就是他做的了,薛燕一直都知道,他知道当初燕王是清廷帝夺敌时最为强劲的对手,当初若非清廷帝多筹化了半步, 失败的不会是他,即便如此,燕王给自己留足了退路,让清廷帝无法像处死其他兄弟一般处死他,在登基之后,勉强给他封了王,派去镇守苦寒的燕郡,他也知道,当时长安和燕郡都盛传 容非娘娘被禁贡进京时,路过燕郡,惊鸿一瞥,便将燕王的心全勾去了,只是郎有情切无意,容非娘娘自知背负着两国的使命,故而极为乾脆地拒绝了燕王,他还知道,燕王虽自幼将他养大,却严格地不似常人, 众人只道燕王严格且粗心,又没有妻切,故而在养育晚辈的事情上并不擅长,但是有目共睹,即便再不擅长,也不会将个孩子从记事起便丢在军营里摔打,不顾死活,像在培养一个强大的工具一般, 这些,薛燕一直都知道,但是他也知道,从小到大,他煞星照命,燕地再冷,也是他唯一的家和归处,草木有根,人也会有,即便根扎在了苦寒之地,那里也是他的归宿,是他的家,这也正是薛燕一直以来,都执着住要将燕郡收复回大庸的原因, 薛燕手里握着那封信,死死地盯住他,他手下的力气不受控制地收紧,将那封都攥得支离破碎,片刻后,他开口了,滚出去他道,军夫人自然是生气的,他如今默认了薛燕和军怀郎的关系,这不假,薛燕日日来寻,他看在眼里,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 也不假,他也知,年轻人正是如胶似妻的时候,搂搂抱抱,耳鬓撕磨,不都是正常的,但他接受不了的是,自己的儿子是被人家抱在怀里欺负的那个,他从没想过这一点,骤然撞见,居然让薛燕欺负自己的儿子,欺负到了眼跟前, 简直岂有此理,军夫人毫不留情地逐了课,又将自家儿子好生训斥了一顿,军怀郎颇为好脾气地欣然接受了母亲的斥责,但母亲气消得差不多了,便笑着给他倒了一盏茶, 您不让薛燕进门,也不是个办法他说,这愿门愿强的,哪里挡得住他,军夫人咬牙,他还敢进来,军怀郎认真地点了点头,军夫人气得欺了一声,那便让小丝拿棍子把他打下去,他道,军怀郎只笑,他对薛燕颇为了解, 知道要不了多久,他便要忍不住地翻进来,军夫人对薛燕的气还没消,故意跟他对住前似的,守在军怀郎这儿不走,薛燕却迟迟不来,许是被什么事情绊住了脚军怀郎道,军夫人贴他一眼,你倒是了解得很随着般说,他却仍旧不走,二人便一同坐了许久, 一直到了暮色西尘,到了有小丝来催用晚膳的时间,军夫人道,我道瞧着府上这墙,挺能挡得住他,他说,军怀郎却皱了皱眉,没有说话,军夫人见他不答话,侧过头去,就见他面上半点笑意都无,眉心也是宁起的,怎么,军夫人只当军怀郎是因住薛燕眉, 而不大高兴,军怀郎却摇了摇头,我觉得有点不对,他说,军夫人不解,想必是有事要办,哪里不对,军怀郎却摇了摇头,站起了身, 母亲且先用善他说,我去看看他总觉得发生了什么不大好的事,这在他来说,也不过是个无端的猜测,但军怀郎心下却没来由的有些恍然,总不放心,他心想, 即便无事,他也想去看看,军夫人忙站起身来,你去看看,他问道,去哪里看,军怀郎顿了顿,去宫里他说,